马先生 对不起啊 李小姐 老板不在 您请一步到等候区大厅好了 为什么呀 等候区不也是客人呢 我说你们这儿生意这么好 差我们点定金吗 这么大一餐厅这么小气 我不管 我今天就在这儿等你们老板 非要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为什么不能退这个定金 不是都说顾客是上帝吗 有这么对上帝的吗 你还别瞪我 我告诉你 我就是这样魂不利怎么着吧 今天我在这儿等着 回去叫你老板呀 马先生 实在对不起 没关系 把你这个定金的收据 我能看一会儿 这个 你们确实应该退给他 因为定金跟定金可是两个概念 如果是决定的定金 那么这个钱应该属于你们餐厅 如果是预定的定金 那么这钱还不属于你们 你们应该退给他 明白了 上面写的是后者 预定 你可以随便找一个律师来咨询一下 当然如果你要觉得 为了这五星会得有这个必要的话 当然还有一种很缓和的方式来解决 就是 今天我这个单不用走卡了 你把钱退给他 你算一下 不损失吧 好 谢谢 你是这儿的贵宾吧 你能打几折呀 这五千块钱就这么打没了 八折 你消费了多少呀 这 只要是这个 这瓶酒贵 我也不是每天都这样的 好不容易奢侈一回被你嘎上了 明白了 就是豁出去了 对对 豁出去了 豁出去了 你是律师吧 律师能挣这么多钱呀 我姐公司的律师好像没那么富裕 我是杂志社的编辑 我刚说那些话都是现查的 百度 我们刚才的对话 你都听见了 全世界都听见了 不是 我这个人 平时就是性子有点急没别的 没关系 没关系 谢谢你啊 不介意的话喝一点吗 我 我不会喝酒 不用干的 你可以尝一下 何必为了一个不识货的男人烦恼呢 像你这么好的条件以后一定会嫁得很好的 你说我 不是不是 你搞错了 我现在还没有男朋友呢 是我姐要结婚 我今天是来帮她推定金的 对 那如果你还没有男朋友的话 你觉得我怎么样 你 我对帮大款不感兴趣 我说了我是杂志社的小编辑 月薪六千块钱 不是什么大款 这瓶酒是我攒了大半辈子前才敢买的 好吧 我可以考虑考虑 不过今天没工夫 那个落跑的新郎本来要去我们家晚上吃饭的 我姐现在可能正在办公室里哭呢 所以 我得去救她 那我送你 我一份 让我认识 我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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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去的 我去的 还不想到你 我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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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的 你怎么也知道 没关系 你不是要救人吗 我快上去救你姐妹 去吧 我舍不得下车 那就 你坐着吧 我再坐 那就再坐会吧 坐 我 可是背后满肚子苦水 说多了都是眼泪 这个不用关心 因为我没钱 谁说我要嫁个有钱人了 你愿意娶我吗